今天又拆解配电箱 之前两次打开配电箱,都见到电供布线差到不得了 山寨电供插座都接错线 今次打开不知有什么惊喜呢? 影片也会分享接线图 单位分了4间劏房 房外配电箱位置 一打开真是有惊喜 布线非常整齐,而且标准 和之前拆过的电箱,简直是天渊之别 电供行业的优质典范 开始讲一下配电箱配置和接线走向 63mm MCB负责总开关 10mm MCB负责走廊灯 另一个10mm MCB负责大门长明灯 20mm MCB负责走廊天花上隐藏的13A插座 4个32mm MCB负责每个房间过楼保护及开关 开始讲解配电箱接线走向 电源引入线,经络13mm总开关 火线经同胖接到所有MCB上 中线接到接线柱上 部分接到终端装置上 如天花灯,大门灯等等 另一部分接到电标书入端 接地线位置 再接到所有终端装置及房间配电箱上 10mm MCB输出至走廊登上 10mm MCB输出至大门入口登上 20mm MCB输出至13A插座 4个32mm MCB输出到各个电标上 较容易明白的接线图 10mm MCB输出至13A插座 房内的配电箱 一打开就被小强吓坏 竟然有只蟑螂死在里面 先打上格仔,以免引起观众不安 一会儿说你知怎么处理它 继续讲回房内配电箱 电标输出至房内40A流电保护断路器上 接地线接在同柱上 再接到所有终端供电装置上 流电保护器的中线输出 接在接线同柱上 再接到所有终端供电装置上 如插座或电热水炉等 流电保护器的火线接到4个MCB上 再各自输出至不同终端装置上 10mm MCB接到天花灯 20mm MCB接到13A插座 另一个20mm MCB接到冷气插座上 最后一个20mm MCB接到电热水炉 至于只小强,就等它保留全尸在电箱内 较易明白的接线图 接线图反映坊间电弓的接线方法 接线正确与否,请向专业电弓查询及维修 请密自行修理配电装置 一直觉得坊间电弓用10mm MCB连接天花灯是不应该 一个劏房,顶多用100火天花灯,耗用电流约0.4mm左右 其实用3ms的MCB就可保护天花灯 用太大电流的MCB,根本发挥不到过楼保护作用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感谢观看,频道还有其他教学,请订阅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否则